南朝宋 那南朝的第一个朝代 也是南朝四个朝代中存在最久 最鼎盛的王朝 南朝宋的生命历程仅有六十年 期间却涌现出一个又一个英雄人物 在当时的战乱时代 英雄们如春笋般一茶茶冒出 用尽浑身解数 保卫家国 留下前骨美名 剧照深入讨论那一时代 我们不能暴怀一个人 谭道记 此人出身贫寒 早早当了孤儿 早期 谭道记跟随兄弟姐妹一块生活 小日子过得艰苦朴素 几乎难以生存 为了谋生 为了报效祖国 他义无反顾加入了军队行列之中 成为了光荣的军人 随着年龄增长 谭道记投入刘玉麾下 成为参军 自此开始走向惠皇之路 在参军期间 谭道记得到了刘玉的信任和赏时 他身上的伤都成了寻章 在刘玉讨伐后勤使 谭道记成了冠军将军 冲锋陷阵 鞠躬金翠 进一口气拿下了杨成和蒙羊 后与王政厄合作 一路反平后勤 帮助刘玉坐上了皇位 一路高歌蒙长 谭道记后来 他被封内军难打将军 对抗北位 要在最后一次大战中 谭道记领军迁行 斩杀西甲枯爷 随后进军集水 连战二十多日 交战数十次 奈何鲜悲人数太多 导致华台备战 谭道记见机形势 速报全军平安返回 他一声立下赫赫战功 五笔相语 文笔相良 文武双全 谭道记曾出过一本书籍 名为三十六计 此书的出现 对后是打仗恩赢 侠击打 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从内容上看 此书是根据中国古代 的军事思想和战斗经验 简化而成的兵书 此书问世后 为人们所喜爱 更是被列入中华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 至今 许多知世家仍将其奉若归孽 当作心头珍宝来对待 谭道记 莫谭道记在南朝宋地位崇高 却因手握重权 逐渐被当权者忌惮 当时谭道记和刘豫一同打江山 绑住刘豫坐上皇位 刘豫待他很好 一路提高他的职位 后来 宋文帝病重 刘一康担心宋文帝嫁崩后 谭道记供高震主 权力独大 将会不可控制 为了防止意外出现 刘一康以贤卑敬犯为由 照谭道记入朝 谭道记以为而敌入侵 或急或聊前去进家刘一康 准备进行又一次抗战 于刘一康而言 刘豫就是将军出身 如果没有打仗 是不可能当上皇帝的 而谭道记此时攻击卓主 权力太大 一代造反 自己根本没有反抗能力 三十六级在谭道记入朝后 刘一康立刻将其关入监狱 随便判了个罪名 杀死了他 一代名将 就此死在监狱 无声无息 令人皆叹 他有小感觉 宣企会